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瀑瀑格格 欢迎回到文法哭哭 Now, 中文的碟字很可爱,对不对? 但是英文的碟字呢? 可爱吗? 我们来看看 吓死人了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Hat hat 所以今天我想解释一下 Hat hat 是什么 同时我也想解释 Have hat 跟 has hat 说涂照 And we're starting right now Hat 10秒钟,自我业配时间 如果你想学好英文发音 可以去columbus.co看看我的发音课程 或者如果你想轻轻松松 一次搞懂英文文法 可以去grammar.co上我的文法课程哦 首先呢,have 就是拥有嘛 For example I have a pen,我有一支笔 但是have也可以用来产出很多 相关的动词片语的 比如说 Have a fight,打架 Have a baby,生小孩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have a baby 来举例吧 Now,英文是有时代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想说 我过去某个时间生了小孩呢 这个就是 I had a baby 如果想说我未来会生小孩 这个就是 I will have a baby 如果想说我正在生小孩 这个就是 I'm having a baby 如果想说我以前生过小孩 这个就是 I have had a baby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之一啦 so,这些就是各种的时态的变化 那我想你观察一下 我们的主要的动词 have呢 会随着不同的时态呢 长得不一样的 就是它会随着不同的时态呢 变形的 这些形态呢 有一些是需要背的 你应该有听过 eat ate eaten go went gone have had had 这就是动词的三态 我们有动词的圆形 还有过去式 还有第三个呢 我们称为 pp 背熟了各种动词的三态之后呢 你在用不同的时态的时候 会方便很多 因为有些时态就是 会需要用到过去式动词 有些时态就是需要用到这个pp的 此外呢 很多时态会需要前面的这个助动词的帮助来形成的 比如说这个will 这个am 这个have 这些都是固定会需要用到的助动词哦 然后刚好呢 我们这句就是 又有have 又有had 我们主要的动词是had 但是这个时态呢 也会需要前面这个have 这个助动词的帮助的 所以就刚好会有这个 又有have又有had的情况出现 Now 我现在呢给你看看 have a baby的所有的时态的变化哦 看看 这个就是时态的十二功格 有刚刚跟你看的 I had a baby I will have a baby I'm having a baby 但是我们现在focus在下面 今天要跟你讨论的 I have had a baby 跟I had had a baby I have had a baby 是现在完成诗 结构是have加PP 然后I had had a baby 是过去完成诗 它的结构是had加PP 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点进来 是不希望看到那么多 专有名词 那么多的公式的 没关系 我们等下呢 会直接解释他们的意思 不过呢 我们先回到这边哦 你现在可能很好奇 那has had呢 has had在哪里? 哇 其实呢 是在这里 因为has had跟have had 是一样的意思的 只是has had 是三单 也就是he she it 才会用到的 所以he she it 就搭配has had 其他呢 就搭配have had 不过除此之外呢 两个是一样的意思的 就是那么简单咯 我们后面呢 也不再提这个has had OK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看 I have had a baby 跟I had had a baby 我们来看看它们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在哪里 so上面的I have had a baby 是 我之前生过小孩 就是我过去有做过这件事 so比如说 如果我妈妈要生我的时候 你去问她会不会紧张 就是 她准备要生我的时候 你去问她这个问题 她会说 啊 不会啦 I have had a baby before 就是 不会啦 我以前有生过小孩啦 就是我姐姐 然后下面的 I had had a bab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哇 会用到had had的情况 是比较独特的 它不是我之前生过小孩 而是 我过去某个时间点 之前生过小孩 again 就是 我过去某个时间点 之前生过小孩 所以时间轴就是这样子啦 so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去问我妈妈 你打电话给她 然后问她说 欸 不妈 你那时候生阿布的时候 会不会紧张 那她就会跟你说 啊 不会啦 I had had a baby before 就是她当时候 生我的时候 之前已经生过小孩了 所以下面这个 have加PP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过去的过去做过某件事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时态 上面的have加PP很常见 下面的have加PP没有很常见 但是很多人 刚刚用have加PP的时候 就是想表达 have加PP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把这个have加PP 变成 had加PP 因为可能会觉得 oh had比较有过去的感觉 所以就乱用这个have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错误 所以要小心 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cover的 比如说 有一些句子呢 可以有四个hat叠在一起 够恐怖了吧 或者如果不够恐怖 十一个hat叠在一起呢 但是这些比较偏向文法的谜语 不算使用了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话在下面跟我说 但是此外呢 如果你想要刚才的那个图表呢 下面会有个链接给你下载的 不过下个礼拜呢 我教你 can跟could 差在哪里呢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帮我 按赞 然后 wow hey 订阅哦 and guys I'll see you next Monday but until then keep it cool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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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